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勉战争 话说呀,这云贵总督刘藻 是因为这第一次清勉战争失了败仗 皇上才迁怒于他的吗? 哎,我看不是 要我说呀,这刘藻自从应了乾隆皇帝云贵总督这份差事以后 走马上任,那就算是倒霉起了手了 如果说算是用人失误的话 那我觉得啊,90%的责任都在乾隆皇帝一个人身上 这刘藻呢,首先说是个正直的人 官生也不错 民间有传说呀,说这个刘藻这个人是老主同科少主师 那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大的脸 这皇上家无非呀,就是给过刘藻一个太子少保这么一个弦 刘藻被调任云贵总督 这皇上是怎么想的呢? 皇上琢磨着呀,这刘藻是个官生极佳 是个正直的人,就不会再出现前一任的吴达善那样的贪腐之事 咱们前文人书提到过,这上一任的云贵总督吴达善呢 他是个喜欢钱的主,可是这人极聪明 他喜欢钱呢,他可不从这个库里捞 也就是说他不占国库里的便宜,不从税收上想主意 哎,他缴匪呀,他凭这个私矿,这云南矿多 什么私铜矿啊,私银矿啊都有 这些个私矿的矿主啊,通常都是地方豪强 他们都养着场链,有自己的武装 所以呢,这个吴达善呢,就以缴匪,凭私矿为由 在云南当地是大字的敛财 那么说这乾隆皇帝不知道吗 乾隆皇帝知道,但是呢,这差事啊 干的还算过得去,并且呢 这吴达善也没贪污这个库银贪污税收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啊,对此事啊 也就并没有追究 那么在对面政策上呢,虽然有这个朝廷的授意 云南各都府各暗院,哎,对缅甸一方啊 一定要宽然,这会儿的乾隆啊 对这个缅甸自决自愿来朝贡的这个梦啊 还没醒呢 可是要说呀,这吴达善呢,也忒怂了 对这个缅甸一方是百般迁就 到了贡榜王朝以后啊,这新缅王上来了 这新缅王就觉得这大清国没什么 所以才敢呢,对清开战 吴达善的这几年总督当下来啊 我觉得完全就是清缅战争的诱因 不能说绝对吧,也是最主要的元素 随着这战争啊,越来越紧迫 吴达善看出事儿来了 他觉得自己如果再留任云贵总督啊 那迟早得给以前的错误买单 一旦和这个缅人动起手来 乾隆皇帝问及过往细节 自己的干系肯定是抖了不清啊 于是啊,这大把的银子就花到了利不 在战争开始以前呢,就把自己调走了 调到湖广任了总督 这样啊,这刘早啊,才来云南上任 乾隆皇帝琢磨着这刘早呢,坐过一任这个云南的巡抚 到了这个云贵总督镇上 最起码啊,他对这个云贵一带的风土是熟悉的 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啊,很快的就能接洽上 可是乾隆皇帝就忘了,新上任的这么一个官 上任就面临着一场大战 和这些少数民族能不能融洽呀 实际上是在其次 和营里的这些秋巴熟不熟悉呀 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刘早作为新上任的云贵总督 那在营里的影响力 肯定是不如老总督吴搭讪 哎,搞得一个兵不识将啊 将不知兵 这样就有点啊,着金见肘了 况且呢,这刘早也不一定就是个好人选 哎,一代宏如宝学之士是真的 不过呀,那会儿已经六十开外了 你让他去编两本书啊 没准这学问有富裕 你让他带兵打仗去 你让我想象啊,这都是属于南卫人 那当年的赵家添词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柳七郎啊,只能填词 当什么官啊 哎,这是咱们拉了一个典 您要是知道这个典故呢 刘安区里啊,咱们可以聊聊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书生义气的刘早在云南和这个缅甸就打了一仗 这仗打的怎么样呢 从这个细节上讲啊 每一次战役都挺窝火 都挺憋气的 但总体上看呢 那必定是把这些免军呢 又赶回了边界线以外 那这免军到最后是为什么撤出大清的国土啊 哎,咱们这段书的最后 我会给您聊到 这儿呢,咱们先按下布表 实际上我可以给您吐露一下 一点都不露脸 根本就不是清军打出去的 那咱们要说到第一次清缅战争的结果嘛 那就是缅甸人撤军了 有好朋友在留言区也总是提醒我 特别想听啊 这清缅战争打起来的故事 那么针对第一次清缅战争呢 打起来没有什么故事 也别说啊 在这个橄榄坝九龙江一带 普尔镇总兵刘德成啊 还真逮住了缅军的三位将领 说实话这清军呢 干的这点事总是遮遮掩掩 藏缝掩掖 一点也不露脸 这汪商汇报的是三位将领 不过呀 有传说呀 是三位缅甸的商人 让他们给逮住了 既然这个证实啊 没有证据证明 这三个人不是缅甸的军人 咱们就当他是三个缅甸的将军吧 这三个人呢 被抓到以后 就被压到了云南的首府昆明 在昆明的集市上啊 就正了典型 哎 稀释一刀嘛 咔嚓一下 能头落地 这么说来呢 这主战场上啊 九龙江以及橄榄坝这两条线呢 打得还算不错 没过多久 这清军呢 就收复了橄榄坝 夺回了这个车里吐司的关寨 实际上 夺这个关寨 没费多得劲 是这个缅军主动撤离的 您可别看 这缅甸一方炸着呼呼 夺下了车里吐司的关寨之后 这缅王就对外宣布 整个西双版纳地区 他们称之为七帝十三蟒 现在啊 已经正式成为了缅甸领土了 其实啊 这缅王心里明镜似的 真让他们守住这块领土啊 他们守不住 所以说呢 在抢劫完财物之后啊 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伤亡 清军一到啊 自然就夹着尾巴颠了 跑得呀 再显得落魄 可是兜鼓了 里边揣的满满当当的 全是银子 可是呢 事业奇怪 这群缅兵啊 撤到这个蒙拿 蒙龙地区啊 不往外撤了 赖在大清的国土不走了 那这刘早可就着急了 继续派兵遣将嘛 这可就和昨天 咱们聊的那场败仗接上了 就是这个参将何雄赵 游姬明号和守备杨坤 在这滚渡江渡口的一场大败 一场大战下来啊 先是游姬明号 带着飙商回到了大营 这一问这明号和这些士族啊 都说啊 这个参将何雄赵 和这个守备杨坤呢 不知去向 这士族们说呀 耳目着这两员将官呢 都死在乱军当中了 那就只能是提审明号 这刘早问明号啊 是怎么回事 那仗怎么就能打成这样呢 这明号自然是简好听的说 他说呀 我们发现前方有敌军之后啊 这群将士都急于想立功 于是啊 蒙灯转向子 就冲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谁想啊 就中了敌人的埋伏 我们三位主将啊 带领了个六百多名士兵 奋勇杀敌啊 最后就回来这么一百来个 那再怎么问呢 这明号啊 前前后后 也就是这堆话了 于是刘早啊 只能按照他的话 上奏给朝廷 奏报给乾隆皇帝 那无非啊 就是说这三个将官 带着六百名绿营兵 中了敌人的埋伏 因为贪功冒进 所以才有了损失 导致损兵折将 乾隆皇帝 接到奏报以后 第一时间就认识到 派刘早做云贵总督 应该是错了 他就发现这刘早啊 连战报都写不好 拿着地图和这个刘早的战报 一比较啊 那简直啊 就是南辕北辙 还有呢 就是何穷照这场败仗 这刘早啊 竟然是以普通的传奏方式 发的精师 这乾隆皇帝则认为 这么紧急的军情啊 那必须是六百里勤急 皇上原话说啊 你应该这个非书至精师 所以这皇上觉得呀 哎得换人了 可是这刘早啊 他并无大错 在前线呢 以这个六巡老翁之躯呀 还算勤勉 所以呢 干脆就平级掉 皇上决定把他 调任胡广 胡广总督吴达善 调任陕甘 陕甘总督杨英俊 调到云贵 云南前线最高的军政长官 换成了杨英俊 关于杨英俊这个人呢 后文书还会交代 咱们在这儿啊 先把这个刘早说死 那没过多长时间 这刘早啊 也接到了调令 他知道呢 虽然调令来了 可是他必然是 这三个总督当中 最后一个出发的 因为他不能把这个战士 抛在这儿不管 自己就去胡广上任呢 说实话 这会儿刘早心里啊 挺别扭的 这乾隆皇帝这手旗啊 叫战场换帅 在自己的指挥下呀 吃了败仗 确实没错 可是必定啊 让主子振前换了帅呀 这脸上啊 多少的 没有面子 在同僚跟前呢 总觉着抬不起头来 好在呢 是平级调坏 皇上呢 算是给了他天大的脸 这也算是对他刘早啊 皇恩浩荡了 可是啊 或是来了 正当的刘早啊 调兵潜将 想进攻猛拿猛龙地区 把这些缅军呢 彻底的赶跑 或者是全奸的时候 哎 已然在呀 这阵王名单上的 何穷照 和这个守备杨坤 回来了 并且呀 跟着回来的 还有四百多人 上前一点数啊 好家伙 派出的这个六百 回来五百九 这一场败仗下来 拢共才损失十个人 那有好朋友说 那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 您再仔细想想 这能算是贪功冒进吗 这必然是 见到敌军之后啊 就慌了 这部队四散逃窜了 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 才回营啊 那肯定是啊 这些士兵 后来又慢慢集结到一处的 那想来也是这么码子事 这三员将官参将何穷照 游击名号和守备杨坤 这里边啊 何穷照的官权最高 一打起来呀 实际上就懵了 这里边啊 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什么呢 这何穷照本身呢 他就不一定是个将才 可能就是贪生怕死 那客观原因呢 说实在 这何穷照被调到云南啊 才第八天 在雨林当中 搞不清东南西北 被这个敌军追得跟眉头苍蝇似的 那也是有情可原 那既然回来了 回来了 打了败仗就得审 这军事法庭 主审是谁啊 那自然是总督刘早 这何穷照啊 是如何答对这总督的呢 他自然呢 是按着贪功冒进这条线往上捋 他一看这总督啊 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头子 他料想这总督大人 必不识兵士 于是啊 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先说地再说天 说完大塔 他说其干 他跟这个总督说啊 他一看到前方有免军的 这气就不胆一处来 于是指挥自己的部众 可就掩杀上去了 我呢作为主将 一马当先就冲在了最前面 我坐在马上啊 一手拿着大刀 一手拿着藤牌 在这个敌军阵营当中 是一通砍杀呀 可是不想啊 这坐机不行 老马疲累呀 失足掉下悬崖了 悬崖底下呀 可就是整空渡口 江水滔滔啊 我一下子 可就被这个江水啊 卷走了 后来呢 又四处奔走 把这些兵丁啊 集合到了一起 这才回到了大营 在这儿呢 我得跟您提一嘴 关于这段遭遇战呢 各个史料当中 所反映的人数 是不一样的 这有的史料呢 说是六百 咱们书馆里呀 所采用的 就是六百这个人数 也有史料说是八百 这孝亭杂录中 所记的这个 士族人数啊 就更离谱了 说是一百人 那咱们就起个钟 按这个史料里 所记的六百人数 刘枣听完他的分辨之后啊 做了牙花子了 刘枣知道 无论是以合众方式 向乾隆皇帝奏报 自己都是脱不了干系啊 最起码啊 也得唠一个失察之罪啊 哎 那没办法了 这刘枣一届书生啊 他编不出其他的瞎话来了 再有呢 这事态已经在这摆着了 也不容他呀 再能编出什么瞎话来 这云贵总督刘枣 只能是如实上报 哎 这会儿其实已经是啊 胡广总督了 这奏报上到京市 乾隆皇帝 看完之后是勃然大怒 他说刘枣刘枣啊 你让这帮秋八糊弄了 你还蒙在鼓里呢 出兵六百 回来五百九 这能算是轻敌冒进吗 既然是轻敌冒进 那必然是中了敌军的埋伏 所以才吃了败仗 只损失了十个人 那能是中了埋伏吗 那俨然是见到敌军之后啊 吓破了胆 四散逃窜 何凶赵 他说他一手啊 持着大刀 一手拿着藤牌 再马上与敌人对战 你自己是文官 你就不能向你旁边的这些 武官将领打听打听吗 这藤牌与大刀 岂是这个马上的将军 所用的武器 哎 这皇上这话说的对 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个藤牌骑兵 这一手持刀 一手拿藤牌 坐在马上 他不能不开啊 实际上 这是一个军事常识的问题 再有一点 你不调查清楚了 就谎报部下身死啊 这就有罪 就说作为一位文官吧 你也不合格 我看了何穷赵的口供了 这里边啊 与代之物前后矛盾 你作为一个文官 又是洪学大儒 你竟然看不出来 这皇上原旨当中啊 是这么说的 此其知物念事 难以弃三尺之铜 而刘藻作寿其蒙混 而不觉 不更可笑乎 要说呀 乾隆皇帝这会儿 这个气呀 就别提了 就在这乾隆皇帝 这会儿在金鸾殿上 气骨帮帮的时候 哎 这不知死的刘藻啊 第二封奏折又来了 这奏折是什么意思呢 奏折呀 是认罪 这刘藻说呀 臣有罪 这云南的战事呢 都是臣指挥不当 关于这个何穷赵一事啊 也是臣失察 新任云贵总督 杨映居杨大人呢 这会儿已然到这个昆明了 您看是不是 臣我呀 早点去这个湖广上任就得了 别给这杨的人在这添乱 上坠着千 下坠着万 最后啊 还请皇上应准 这乾隆看完奏折以后 这牙都要有碎了 好你个刘藻啊 你还想平级 调到湖广了事呢 门也没有啊 降一级 任贵州巡抚 仍然在军前效力 参将何容赵游姬名号 守备杨昆 一并押回京师 兵部异罪后 西市问斩 这一道圣旨 可就传回了云南 这是什么时候啊 这可是乾隆三十一年的三月份了 史书所载正是魁友中叶 咱们书中代言呢 正是三月三日 这贵州巡抚刘藻啊 把所有的交割文书 打成纸包 就摆在了公案的一角 秉退了左右的从人 自己就回到了卧室 他早就打好了主意啊 什么主意啊 不活着了 自己啊 由这个总督被降为巡抚 简直是愧对江东父老 今天这个局面呢 完全是自己能力不足 上对不起天子 下南平士卒 这老头啊 是越想啊 越想不开 从这个书桌里啊 可就把自己材质的刀子拿出来了 这一横心 一使劲呢 就抹了脖子了 好可怜 这老天爷呀 可能是真生流藻气了 这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因为心情极低落 体力又不支 不能全断薄净骨脉 血流不止痛苦不堪 辗转床地七日始绝 也就是说 这老头自杀呀 不太彻底 没把自个杀透露 在床上又受了七天的罪 才算厌弃 这刘早啊 是死了 可是第一次青面战争结束了吗 没有 您别忘了 这会儿的缅军呢 还驻扎在猛拿猛龙一带 这杨英俊呀 可已然上任了 该着啊 这杨英俊他露脸 这会儿啊 天气炎热 蚊虫肆虐 于是啊 这瘧极大作 不管是清军还是缅方 不少的士兵 乃至将官 都被瘟疫放倒了 这清军这会儿啊 没有战斗力 这缅方也是一样 于是 这缅军决定 先要撤回国内休整 就这样 缅方撤军 第一次清缅之战 才算结束